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现场节目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 如何在你的老板是自由世界的领袖时摆脱他 随着乔拜登退出总统竞选的呼声越来越高 甚至巴拉克 奥巴马也加入了这个行列 这一问题变得尤为尖锐 然而 尽管拜登的身体和精神状态日渐堪忧 他仍然坚持不肯放弃这份来之不易的总统职位 相较于英国首相 可以通过不信任投票失去职位 美国宪法对罢免现任总统则有更为严格的限制 过去的政治领袖们如托尼 布莱尔 特雷沙梅和鲍里斯 约翰逊 都曾因不同原因被迫下台 但拜登的情况更为复杂 特别是当我们将他与唐纳德 特朗普进行比较时 问题变得更加棘手 特朗普拥有强大的支持者基础和独立的财富 让他能够无视传统政治规则 甚至在输掉选举后也拒绝下台 那么拜登会在压力下退位吗 这是否会帮助民主党赢得选举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本文来自每日电讯报 讨论了美国总统乔拜登 是否会在下次总统选举中退选 以及其政界背景和现状 文章提到 随着对拜登退出竞选的呼声日益高涨 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 成为最新一位公开表达这一观点的高级民主党人 许多人认为 拜登的身体和精神状况 已无力应对选举 及未来四年的总统工作 理解拜登的立场需要考虑他的从政历史和个人成就 拜登自30岁起便进入参议院 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才达到总统职位 面对如唐纳德 特朗普这样强势的对手 他显然不愿意轻易放弃这份工作 不同于英国首相 可以通过不信任投票失去职位 美国宪法规定 罢免现任总统 只能通过第25修正案 而政治退出 通常发生在明显的灾难之后 如选举失败 比如本月早些时候 工党在选举中大获全胜 令英国首相李希 苏纳克的行动路线毫无疑问 即便具体的替代机制不明 当情绪逐渐转变 而非明显灾难发生时 情况则更加复杂 英国提供了多个例子 托尼·布莱尔 因为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反对声浪辞职 特雷沙梅 则因为能通过脱欧法案 走上绝路 报李斯 约翰逊因克里斯 评撤丑闻和派对门事件辞职 李斯 特拉斯的离职 则因其小型预算案 引发市场恐慌 或是因债券交易员 和英格兰银行的阴谋 无论是哪种情况 领导人失去治理能力的情绪 逐渐转变在每个例子中 都有所体现 但具体的情况各有不同 约翰逊离任时 公开表示不同意结果 而梅则是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辞职 他的前新闻秘书保罗 哈里森表示 当党内信任明显不足时 错误会被放大 个别支持的减少 显得尤为重要 对于一个顾问来说 很多事情取决于 主要人物的情绪和共识 如果主要人物决议继续下去 顾问的不同意见 则会处于困境 一位首相的高级顾问 形容这种情况 类似于一群动物的群体移动 领导人知道 不能逆转这种趋势 在这种情况下 顾问的任务 便是帮助领导人保持理智 尽管他们可能知道 自己的时间已到 人们常常忽视了 政治中的人性因素 例如全世界可能认为 拜登不会参选 但他仍然必须假装 自己会参选 最著名的首相辞职案例 莫过于马格丽特·撒切尔 尽管他没有在大选中失败 但他被党内迫使下台 他的传记作者 查尔斯·摩尔 描述了撒切尔的心态 他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什么 赢得了每次选举 但仍然被迫下台 这使他感到极度不公 对于像撒切尔这样的人来说 辞职是一件 非常难以克服的事情 然而唐纳德·特朗普则是个特例 虽然拜登面临来自党内的压力 但特朗普凭借独立财富 和大量支持者 似乎能够随心所欲地戏弄对手 纪录片《前所未有》的导演 亚历克斯·霍尔德认为 若特朗普处于拜登的位置 他不会做出任何妥协 特朗普有能力摧毁共和党 而这一点是 其他政治家无法比拟的 在撰写本文时 拜登很可能会退位 但这是否有助于民主党赢得选举 则另当别论 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 预期他会优雅辞职 是不现实的 上次选举失利后 他甚至拒绝认输 综上所述 拜登是否会在下次总统选举中退选 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这不仅取决于 他个人的意愿和身体状况 还涉及复杂的政治局势 和党内外压力 在美国政治体制下 领导人的去留 往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Tel E. Graff最近报道了 关于乔拜登是否应该退出 总统竞选的讨论 尤其是当越来越多的民主党高层 包括前总统巴拉克 奥巴马公开表达了 对拜登在身体和精神状态上的担忧 这一问题在美国政治中特别棘手 因为美国宪法并不允许轻易罢免 现任总统除非依据第25修正案 而第25修正案的启动 需要副总统和内阁的同意 拜登自30岁起即开始 其长期的政治生涯 从参议员到总统 这一路走来并不容易 特别是在面对强势对手唐纳德 特朗普时 拜登更不愿意轻易放弃总统职位 政治退出通常发生在明显的灾难 或选举失败之后 例如在英国 工党在选举中的压倒性胜利 让首相李希、苏纳克的去留 毫无悬念 相比之下 拜登的情况更为复杂 因为目前并没有直接的灾难发生 而是情绪逐渐转变 这使得情况变得模糊不清 英国政治提供了一些参考案例 托尼、布莱尔因、阿富汗 和伊拉克战争的反对声音退位 特雷莎、梅因 无法通过脱欧法案 而被迫下台 鲍里斯、约翰逊因丑闻和挫折离职 这些例子表明 领导人的去留很大程度上 依赖于党内和公众的信任与支持 具体到拜登的情况 尽管他可能面临来自党内的压力 但他是否会退位 仍然是一个未解的问题 历史上 马格丽特、撒切尔的辞职 是一个著名的案例 他被迫下台的方式 让他感到极大的不公 他认为 自己在每次选举中 都为党取得了胜利 不应该被迫下台 与此相对应的是 唐纳德、特朗普的例子 这位前总统 在输掉选举后 甚至拒绝认输 这显示出 他在辞职问题上的异常 特朗普拥有独立的财富 和大量热情的支持者 这使他能够反抗传统政治规则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 拜登如果决定退位 可能会引发一系列复杂的政治后果 这是否能帮助民主党 赢得下一次选举 仍然是不确定的 但可以预见的是 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 不会有任何优雅的辞职情况发生 欢迎大家进入 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谢奇奇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奇奇 各位观众 我们来聊聊这个棘手的问题吧 拜登面临着身体和精神上的挑战 是否应该退出总统竞选 我认为 他真的应该考虑退位 拜登的年龄和健康状况 确实让人担忧 让这位资深政治家 继续担任总统 似乎有点不现实 大家都还记得 当年查尔斯摩尔说 撒切尔夫人被迫下台时 内心充满了不公正感 但他至少还是健康的 拜登的情况可不一样 他如果真的要勉强自己继续参选 结果可能会对整个国家 造成不良影响 是时候让他放手 让新一代接手了 嘿 楚天书 别那么紧张 拜登虽然年纪大了 但这不代表他无法升任 你看看他那么多年来的政治经历 当上总统可不是闹着玩的 他可以说是政治界的老顽童 就像美国政治的活化时 经历过无数次大风大浪 再说了 如果老板总是那么容易退出 唐纳德·特朗普早就应该自动退出了吧 他可是连选举输了都不愿意下台 拜登至少还坚持着 他知道自己有责任和使命 不是说退就退的 谢奇奇 你这样说是有点像在给拜登打气 但事实是现实的 你提到唐纳德·特朗普 没错 他确实是个例外 但这并不意味着拜登也应该这样硬撑 身体健康是总统的基本要求 看看当年罗纳德·里根 他的阿兹海默症使得他的总统职位受到严重影响 拜登的年纪加上健康问题 这绝对是不能忽视的红旗 再说民主党内部也有不少声音要求他退位 这不是无的放矢 与其让健康问题成为一个大障碍 不如在高峰时承认自己该退了 楚天书 你说得真搞笑 让拜登退位就如同让撒切尔夫人放弃他的年代 你真的觉得拜登的健康问题会让他无法升任总统吗 这可是个有经验的政客 他知道如何处理压力和挑战 拜登的健康问题是有的 但这并不妨碍他做一个合格的领导人 再说了 过去的几位总统也都不是百分之百健康 但他们仍然带领国家走过了困难时期 你说让他退出真是太小看他了 他还能打 还能跑 还能赢 谢奇奇 你这样说似乎把拜登当成了超人 不过现实不是漫画 拜登的健康问题已经让不少选民对他的连任能力产生怀疑 如果他继续执政 风险只会更大 你提到的经历过困难时期的总统 像富兰克林·蒂罗斯福 他虽然在轮椅上 但他的思维敏捷 精力充沛 拜登的情况可不一样 他的言行常常让人担忧 他可能真的需要考虑退休 把舞台让给更年轻 更有活力的领导人 哎呀 楚天说你这魔说真是太严肃了 拜登可不像你说的那么脆弱 他的精力和智慧难道不应该是我们珍惜的资产吗 就像奥巴马说的拜登有着无与伦比的政治智慧和经验 他代表的是稳定和成熟 再说了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完全没有健康问题的领导人 你这样要求拜登退出 是不是有点苛刻了 不如我们还是期待他能够继续带领国家走向光明的未来吧 谢谢大家 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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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